直播结束的时候,已经很晚了,刚从湖南卫视大楼出来,墨秦城的手机就叮叮叮地响个不停。 孙友群,王可,靠靠靠,你们猜我看到什么了?绝美杀意,瞧你这一惊一乍的,好好说话。 王可,截图,HPG,王可,看到了吗? 枪亲子竟然带生生慢去参加湖南卫视的节目了,两人还直播了,还上热搜了,现在微博热搜前时有五个就是他们俩。 孟姆,挑重点,王可,重点就是,枪亲子居然魄力配亲密戏了,还是和生生一起? 孟姆,然后呢?逗逗逗扁,然后呢? 风雅宋,艾提枪亲子,绝美杀意,然后呢? 飞少,然后呢? 王可,你们不觉得奇怪吗?枪亲子什么时候配过亲密戏啊? 我记得以前,有个投资方出十倍的钱点名要他配一场吻戏,十倍啊,被他无情地拒绝了。 现在居然如此轻易就答应了配亲密戏,还是喘戏,最最最关键的,还是和生生慢一起。 我思前想后,忽然就觉得他这人好浮黑,好可怕啊。 王可,枪亲子,你个老六,平时装的一副斯文模样,没想到一台恋爱就骚里骚气,跟个花孔却似的,那眼睛那嘴,恨不得粘在人家生生身上了。 兄弟,听我一声劝,你这恋爱脑太严重了,谈个恋爱你至于吗?每次找你总说忙忙忙,感情是忙着和生生慢谈情说爱呢? 王可,你说你好歹也是一个事业有成的成功男人,一天就知道黏着女朋友,有意思吗你? 慕慕,艾提枪亲子,痘痘痘扁,艾提枪亲子,风雅宋,艾提枪亲子,绝美杀意,艾提枪亲子,肥少,艾提枪亲子,帽哥,怎么了怎么了,刚刚在哄娃睡觉,一打开手机,微信消息就一百家了。 帽哥,哦哦哦,看懂了,看懂了,说你呢,不出来回应一下,艾提枪亲子,默清诚快速地翻了一下聊天记录,嘴角微扬,回复,治愈,有意思。 单身的人,不会懂,王可,艾提枪亲子强老师,你这样说太伤我的心了,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,就因为一个生生慢你就要抛弃我了吗?你这个负心汉,渣男,墨清诚,滚。 从湖南卫视的大楼里走出来后,顾声深吸了一口一碗的空气,他感到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,这事,终于结束了,他注意到墨清诚的手机自打出了这栋大楼就不停地在响,见他的眉间微微促起, 神情专注似乎又有些困扰,顾声有些担忧,轻声问道,是医院那边出什么事了吗? 墨清诚轻轻笑了笑,眉宇间带着一丝无奈,他将手机递给顾声,没有说话。 顾声接过手机,滑动着聊天记录,看着上面的内容,嘴角不禁上扬,笑意逐渐扩散开来,王可怎么还那么逗? 随后,他眨了眨眼镜,将手机还给墨清诚,看着他的眼睛说道,不过,我觉得有一点他说得不对。 墨清诚眉毛挑了挑,示意他说下去,顾声伸手挽着他的胳膊,投靠在他的肩膀上,仰头看着他,眼中满是柔情。 我觉得是我更黏你一些。 墨清诚听后,唇角勾起一抹笑意,挑眉问道,有吗?顾声肯定地点点头,有的,见不到你的时候,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,一见到把,又开始担心我们好久会分开。 说完,顾声视线下已落在了墨清诚好看的唇上,心头不由地微微移动,主动仰头亲了一口。 亲完之后,顾声的脸颊上染上了一抹羞涩的红韵。 他不好意思地别过脸,甩开墨清诚的手,缓缓向前跑去。 墨清诚待在原地,心中的惊讶与喜悦交织,他很少听到顾声如此直白地表达情感,更未曾想过他会主动吻他。 他快步追上去,看着顾声那羞涩躲避的眼神,和仍未消散的飞红脸颊,心中莫名涌起一股强烈的,想要将他紧紧拥入怀中狠狠疼爱一番的冲动。 他努力克制住自己的情绪,伸出手,轻轻揉了柔顾声的头。 他的女朋友,怎么就那么可爱,让人哪哪儿都稀罕得不得了。 不过。 感谢观看